身把体坛三层皮一针见血看到底欢迎来到本期的胖周来球 今天胖周跟个球迷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男篮聊一下郭艾伦 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男篮已经正式的启程从菲律宾赶赴了加拿大了 因为即将在下个月初7月1号 中国男篮将会在加拿大赛区迎来两场我们冲击奥运会的关键之战 那么分别是跟加拿大以及希腊这两支欧洲禁旅迎来两场关键之战 那么能否确保自己的小组出现呢 还叫根据中国男篮我们届时整体的战斗力是否能够有二次升级 是有着一个密切的联系的 因为就中国男篮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在男篮押育赛上所表现出来了一个成绩以及结果来看 虽然说我们取得了四连胜 但实际上我们球队整体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面对着一个亚洲二流的一个日本二队 面对着一个中国台北队 其实也不是人家主力阵容 那么我们面对着这两个球队的时候呢 并没有彰显出我们在场上多么大的优势 甚至说我们在打日本二队的时候 两场比赛赢的都是跌跌撞撞 第一场比赛赢了9分 第二场比赛赢了6分 就足以看出 其实我们现在打一个二队的日本都已经非常难了 更何况人家日本一队到时候来了之后 那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更何况我们这一次面对的是 更为强大的拥有着七八名NBA球员坐镇的 加拿大男篮以及希腊男篮 那么借时中国队如何应对呢 那么很显然我们必须要先把自己的阵容 完成一个全面的升级 让我们的战斗力升级之后才能够有机会去创造奇迹 那么首先我们不可否认 在过去的南来亚裕赛场 中国南来我们最大的最头疼的一个难题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一号位这个位置 过往啊 我们一号位有郭艳伦有赵瑞这些 身体素质比较出色的这种铁位 那么在跟对手吃对抗的时候啊 说实话我们不怕 对吧 我们不处他 我们能够上身体上力量 但是呢 如今在这一次赵瑞啊 包括郭艳伦都落选了这一次的一个中级名单之后呢 我们看到其实在亚裕赛的比赛上 我们的一号位置非常吃亏的 不管是胡明轩徐杰还是吴谦 这些球员 他们的身体力量对抗是非常差的 面对这些日本二队的后卫 说实话我们都打起来很费劲 是吧 人家一个挡拆就给你卡死了 但是我们如果说来到了南来的奥运会落选赛上 我们面对着人家欧洲的这些大中松的挡拆 面对着人家这些欧洲 这些NBA级别的这些后卫给你对抗 那么岂不是人家一上力量一上对抗 一下子把你给顶飞了嘛 对吧 这对于中国队来说 我们这些小身板的后卫 徐杰 吴谦 胡明轩这些后卫 他们能否扛得住这个压力 也确实成为了中国南来很大的一个难题和隐患 成为了杜峰眼下 接下来需要解决这个难题 我们在一号位置上 还能否带来惊喜和补强呢 那么实证明过去一段时间里 大家最期待的一个人是谁呢 就是郭艾伦 大家都期盼着郭艾伦能够尽快的回归到球队 跟球队一起合练 并且出征这一次的比赛 大家对于郭艾伦这个点还是非常依赖的 作为亚洲第一后卫 对吧 郭艾伦他的个人能力 我们不用获得去赘述 他这个点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个点 那么他究竟能否赶得上 这一次的南来奥运会的洛选赛呢 他是否会在近期火线的去 驰援中国南来国家队呢 那么杜峰在近日也已经正式在 接受采访的时候 正式的摊牌给出了答案 他终于说出了实话 说的什么呢 他也表示 在这一次参加南来奥运会 洛选赛的阵容中 将不会再有新的队员出现 这个消息呢 对于大家来说 听上去可能比较遗憾 但是呢 别忘了 杜峰他为什么敢于在这个时候 说出这句话 那么很多人质疑 杜峰说出这句话 岂不是让对手提前摸清楚 我们的套路 告诉对手 我们这边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底牌了吗 但是并非如此 杜峰通过这巧妙 而又聪明的一招 提前向外界摊牌 他摊牌的同时 更是向自己的队员 释放一个信号 告诉我队内的这些球员们 告诉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 是时候该你们挑起 中国篮球的大任了 对吧 告诉你们 你的前辈 郭艾伦 一剑连 这些前辈 他们已经来不了了 这一次比赛 就得需要你们 把责任扛在肩上 往前冲 你们扛着中国篮球的荣誉 往前冲 所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 杜峰的这一次摊牌 能够很好的激发出 我们中国南来国家队 现有的这些球员的 整体的战斗力 这也是让我们中国南来战斗力 获得一个顶级加码 再升级的一个 非常有利的因素 胖州也是 预祝中国南来 能够有机会 在接下来的南来奥运会的 论选赛上 打出一个耀眼的成绩 让那些质疑的人 闭上嘴 为我们中国篮球 打出一个漂亮的翻身照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州聊球 再先聊到这 喜欢胖州的 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的 聊段球